突然离婚的模范夫妻 娱乐圈还有真爱吗 第一对 黄晓明杨颖 官宣离婚前 黄晓明一直是宠妻狂魔 当年对杨颖一见钟情 还给了她顶级奢华的世纪婚礼 第二对 赵丽颖冯绍峰 2021年4月 赵丽颖突然官宣离婚 闪婚闪离让粉丝措手不及 好像昨天还沐浴 爱和孕育结晶 今天就无疾而终各自安好 第三对 王宝强马龙 宝强自曝妻子出轨前 他们一直都是恩爱夫妻的人设 不知是什么原因 让王宝强撕破了脸 第四对 董子见孙怡 2022年8月8日 董子见孙怡离婚 又一对金童玉女宣布分手 粉丝大为震惊 纷纷追问为什么 第五对 杨幂刘凯威 杨幂在事业巅峰时嫁人生子 对刘凯威绝对是真爱了 但这份爱仅仅维持了四年多 杨幂连孩子都没要就离婚了 第六对 大S王小飞 结婚后王小飞一直把大S同在手心 为了他长年在两岸之间奔波 谁知2021年突然传来离婚的消息 不少人还以为是炒作 第七对 李湘王月伦 2021年11月 王月伦突然单方面官圈 已经和李湘分手大半年了 让粉丝有点找不到节奏 明明整天在一起秀恩爱 没想到早就离了 第八对 宋慧乔宋中基 双宋结婚两年后突然官宣离婚 不少粉丝还沉浸在他们美好的爱情中 就不得不被唤醒 面对现实 第九对 陈鹤许静 两人相恋一三年 却在结婚后一年 就分到扬镳 让很多人无法理解 第十对 傅大龙饶敏力 饶敏力当红时嫁给傅大龙 一直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谁知今年二月两人宣布离婚 难道真是因为傅大龙没钱吗 你觉得哪一对离异夫妻最让人可惜